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水皮 欢迎来到ESG会格厅 我们今天的话题 依然是中国巴菲特何去何从 那么最新引起大家关注的 无非就是他处理南港股份 160亿把南钢还是甩给了沙钢 说起这个事情来 很多人都在算账 说这个投资合适还是不合适 因为他收购南钢是在2003年 那么距今将近20年 当初是16.5亿收购的 那么现在160亿出货 大家算一下也就是十倍 20年十倍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不算成功 可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个160亿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 因为早在N多年前 福星就通过并购 通过蒸发各种财迹 很快就把16亿收回来了 所以南钢这个生意 对福星来讲无论如何 都是包赚不赔的 大家就不要去给他算账了 当初收购南钢的时候 实际上福星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一方面南钢交易不透明 另外一方面价格不高 第三南钢是个国有企业 福星是个民营企业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 江苏省内有一个中国最大的 民营钢铁厂就是沙钢 沙钢也想并购南钢 但是没有机会 其实对沙钢来讲当时并不公平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兜兜转战 20年以后南钢又到了沙钢的怀抱 看来真的是缘分 命中注定 专业人干战院士 我想这个过程就应了那句话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就是这样 很多简单的事情最后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一定是走一个大的一个弯路 才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福星在南钢这个事情上的 投资和退出就是特别有意思 在2017年的时候啊 有关方面呢 点了五家公司的名 五家都是民营企业 就是海外投资呢 有点问题 投了一些项目 包括金融机构啊 包括足球俱乐部啊 包括呢 影视啊 远线啊 那大家都知道 这五家公司实际上就是 安邦 海航 福星 罗生贝尔和万达 我们都知道万达当初呢 是痛丁失痛啊 当时呢就做了壮丝断腕的处理 清退了很多资产 无意之中呢 实际上这些资产呢 变现不是最高点 但是也是次高点 基本上是盈利退出的 那么安邦也好 海航也好 基本上没有动静 最后大家知道了 等到两三年以后 他们享有动静的时候 此一时彼此 现在这两个公司 就灰飞烟蜜了 那么罗生贝尔我们不说啊 他本来就是个可公司 李永宏为了收购 AC米兰啊 创设了一个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呢 也无声无息了 旧福星比较特别啊 当时还专门有人 跟水皮打招呼说 福星啊 跟那家公司不一样 经过福星的解释之后啊 福星这些投资呢 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 这个对立啊 是过了关的 我想也正是这种过了关 让福星失去了呢 最好的 资产调整的一个机会 如果三年前 或者四年前 福星有万达那么 一半的魄力 对海外资产 做一些及时的处理 那么我想 福星面临的局面 绝对不是现在这种 窘迫的一个局面 想要遇见现在福星呢 资金链是碰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它又不断的呢 收收战线 出售呢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庞杂的资产 来盘活现有的这些公司 老话说得好 赛翁是马 焉之肥复 这句话呢 现在用在福星身上呢 有点晚 但是呢 还是适用的